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慶 大市牛皮,內防強勁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生指數表現 全日恆子反彈了98點 收報26,444點 成交少了,只有670億 今天市場有反彈 最主要是內地的PMI數據理想 中國11月的官方製造業PMI 回升至50.2 高於市場預期 市場預期是49.5 現在高了幾多 亦上去榮枯分界線之上 另外,財新中國製造業PMI指數 即是非官方的 錄得51.8 亦較上個月 即是10月份 高了0.1個百分點 是連續五個月回升的 是201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即是2個製造業PMI指數 都反彈回升 以及上升到50至上 這個數據 就應該可以視為幾好的數據 刺激到今天的股市有些反彈 但是今天的市場 又不是反彈很多 其實今天的市場高開128點之後 最多只是升165點的市場 最後收升100點都不夠 原因可能與本地的經濟 都是一般的有關係 政府統計署公布 10月份的零售業總銷售貨值 臨時估計只有301億 按年大跌24.3% 是連跌了9個月 跌幅多於市場預期 市場預期是22.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說 環球經濟同步惡化 加上香港又受到政治事件的衝擊 經濟發展會在今年下半年顯著減慢 情況急劇惡化 他預期香港今年經濟會收縮1.3% 是2009年首次錄得負增長 以及預期今個財政年度可能會出現赤字 所以令港股今天升得不多 大家看看恆指這幅走勢圖 上星期五大幅下跌547點之後 恆指成份股和各指成份股 50隻股份有些重疊 全部都是下跌的 今天有少許反彈 技術性反彈 其實應該不止那麼少 加上APMI數據來好 其實估計應該高些 但是很可惜 由內地的數據好之餘 本港的數據不好 以及有些繼續政治事件發酵 以及中美馬力戰也有些負面消息 種種原因之下 港股今天不是很彈得起 升少許 技術上走勢叫做身懷六甲 即是大跌之後 出現一支十字星 很小的 在上一支的足身之內 這是一個代變訊號 加上今天成交縮 跌市成交大 升市成交縮 其實都沒有什麼力量 代變 希望能夠代變元 有少許再反彈 但是記住 這些走勢 始終要採取一個防範措施 如果跌穿 之前 大概26,200區 就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極度投機的股份 都要開始減持 仍然都是以大概26,000區 即是上升通道底 作為轉燈訊號 如果跌穿就轉紅燈 好了 大師分析完 說回今天 其實都不是說沒有好消息 除了是內地PMI數據好之餘 以板塊來計 內房股板塊就跑出 事源 首先 花旗就說 11月份 內地地產銷售 高於預期 全年銷售有望超過既定目標 除了花旗這樣說之外 瑞信發表報告 11月銷售數據性預期 並且憧憬 明年1月就會進一步 放寬樓市政策 所以這兩大行都看好之下 加上後來一些內房股都公佈數據 賜益到整個內房板塊上升 內房板塊入面 今天跑得比較厲害的 大概升7%收市 就是融創 有幾間公司公佈了銷售強勁數據 融創是其中之一間 融創中國 11月份 銷售了665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48% 碧桂園更厲害 碧桂園2007 銷售了860億元 同比增長了62% 恆大也不錯 恆大銷售了420億元 其實今年差不多足夠 所以同比增長了23% 萬科就差一點 只是銷售553億元 同比下降5% 整體而言 這幾隻大的做得比較好些 融創中國就飆了上去 突破了近期高位 未公佈的世貿房地產 今天升4%左右 不算多 但是它創52週新高 歷史新高 這隻股一路一直上升 所以走勢強勁 另外走勢也挺強的 就是澳元 澳元也是突破了前浪高位 最主要原因 澳元11月份 公佈了銷售數字 達到126.5億元人民幣 同比增長了99% 所以一下子又飆了上去 同樣小小小的 中型那些飆了上去 還有什麼呢 就是旭幟 旭幟今天收5.98% 亦都是破了前浪頂 一路這個收市位 那麼 合景太富 今天就衝過上去 最高見過8.87% 就破了收市的時候 就低了一點點 但是都是保持在高位的 相對上高 這些可能還是未發力 還是有機會 因為這裡一直強勁 好了 除了內房股 今天走勢比較好之外 大家應該可以想到 如果內房賣得好 就是之後那些物業管理股 因為他們都多數向那些大股東 收購那些物業管理的業務 即是現在內房銷售得好 遲些就輪到一些物業管理股 又做得好 所以內地的物管股 這個板塊也是值得憧憬的 值得看好 繼續應該看好內房、內地物管 好了 最後還想跟大家說一下 新經濟股 因為大家這個很關心的 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連跌兩天 上星期五最高見過204.8元 今天回到195.5元 最低的時候見過194元 其實剛剛回補上星期三和四之間的上升裂口 裂口底就是27號高位 就是195.3元 回補裂口之後 今天就收回裂口之上 如果這個只是回補裂口 可能連續兩天調整差不多 當然了 仍然都是希望能夠逢低吸納 即是後低吸納 大概190元或以下 其實它上市以來最低只是做過187元 因為一上市當日最低位就是187元 其實很難說希望短期之內 這隻股又破底而落 因為大家知道很多資金繼續都是看好這隻股 所以我覺得今天大概這些水平 194元、195元 或者你能夠可以再低一點當然最好 都可以開始收集一下 這隻股 站在200元樓上的機率都挺大的 中線來看 是225元左右 另外一隻就是美團 美團 今天都還升了 那隻股 如果是100元樓下也是收集 其實說了很久 最好就是90元邊 跌穿大概85元 那些位置就只虧 但是暫時來說很難 不過如果你說有耐性的就等一等 我覺得短期來看 都是後100元樓下 新經濟股這兩隻是值得看好的 所以今天跟大家說 大屎牛皮講了三個板塊 第一個就是內房 內房今天普遍上升 因為大行看好的 最主要是因為它銷售理想 第二個就是內房做好之後 一大堆的物業管理板塊 物館股都是值得憧憬的 第三個是新經濟股 現在回吐也好 或者是暫時休息也好 這些股如果回來 都是可以收集的 今天分析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看 來